我告诉你 大小 大便跟小便 如果你灵魂从大便小便出去 你就进入地狱了 或者是二轨道 你如果从灵魂从度计出去 你转世成人 你如果从口出去 从你的眼睛出去 是当鱼 鱼 台湾最多的就是沙巴拉蜜 无钩鱼 无钩鱼沙巴拉蜜 你就是从嘴巴出去 从你的眼睛出去 眼睛就是海 两个眼睛是海 海鱼 你就从你的眼睛出去 你这个养殖的鱼就从嘴巴出去 从鼻子出去了 就是动物 畜生 从耳朵出去的 天上飞的鱼 看成什么鱼 看成什么鱼 这里就是水里游的 耳朵出去的 就是在天空飞的鸟 鼻子出去了 你就变成动物 门不包括在里面 人是从度计出去的 人从土宅出去的 只有从天翘出去的 能够到天上 只有从天翘出去的 能够到天上 刚好我在那里 我可以帮你 开天门 门避地腹 塞人道 足鬼路 你看嘛 让所有的这个 畜生道在哪里 畜生道 从眼睛出去的 就是鱼啊 从耳朵出去的 就是鱼 在空中飞的鸟 从鼻子出去的 后把塞青 比较弱的就是后把塞青 比较弱的 如果比较弱的 变成蚂蚁 这个蚂蚁啦 这个小动物啦 小虫啦 这些动物通通都出来了 就是爬的 你看天上灰 飞的就是从耳朵出去的 还有两个翅膀 飞的 水中游的 就是眼睛跟嘴 如果人养殖的 都从嘴 不是人养殖的 在海里面出生的 就是从眼睛 所有的动物 全部从鼻孔 你为人非常的 蛇心 毒蛇之心 你就会从鼻孔出去 变成蛇 只有一个地方 从天窍出去的 能够到 四圣界 能够到诸天 能够到天堂 能够到天的 就是从天窍出去的 就是从天窍出去的 这样解释有清楚吗 这个就是做舒服的给你做光运迁事法 如果你没有本尊相应 你不要做光运迁事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本尊不会到你的指头上面 不可能到你的指头上面 那怎么办呢 那你如果说让一个上师 他本身还没有上师相应 也没有跟本尊相应 这个时候 他做的 算做虚 做虚给你看 我有给你做光运迁事法 但是我是给你做虚给你看 你弄整部 弄这个头部 弄传虚也没效 真的你能够用你的气力 把你的那个顶峭打开 还有那还有效 还是有效的 就是怕你弄不破 只有真正有功力的才能够把它弄破 师尊头上是破的 头上顶上是破的 看过的人几手 看过啊 我头上有一个洞啊 对不对 常志有没有 有啊 常志说有啊 有一个洞啊 我本来就开的啊 我就是这个顶峭开的 我只要提缸 就把缸门跟大小二地方就已经塞住了 在收小腹就把缸轮也关住了 压喉结 然后用呼吸 经过中脉到顶峭 我出去 我就成就了 成就的人哦 我告诉你 就会厌恶人间 真的 我最不喜欢人间了 但是不得不在人间度众生啊